阿斯匹林跟徐力林 因为两个都是抗凝血的效果 因为徐力林现在都变成指示药 所以说民众不是说 像很多那种中风过后的病人 其实他会看广告以后会想要去购买 那在购买之前 其实要询问一下钥匙 你的处方签里面 有没有抗凝血剂 或者阿斯匹林这一类 有的话其实就不适合使用 所以说请大家在服用 不管是保健食品或者是指示用药之前 最好还是要询问钥匙 一般民众在开封这个药罐的时候 很多就是说棉花 棉花拿出来倒了一颗药之后又放回去 这是一个错误的动作 应该要把它丢弃 因为棉花如果再放回去的话 因为台湾气候潮湿 它会非常容易吸湿 会产生一些黴菌跟细菌的滋生 还有一些药物的变质 那严重的话甚至有时候会引起一些过敏反应 然后你黴菌细菌的滋生 肠胃功能比较差的 你可能会造成一些肠胃症状的一些 比如说拉肚子这种问题 所以说还要呼吁就是说大家在购买 就是说在开封以后这个药罐 三到六个月一定要用完 很多人他去买那个大包装 一罐三百粒的 你如果说你的包装 这个如果家里很多人都在吃 半年之内可以吃完 你可以买那个包装 要不然的话尽量我们买的包装 是在六个月之内吃完的话 对你的健康才有保障 不要越吃越不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